再來要看到就是管忠敏 好 為什麼管忠敏現在又出籃出現了呢 我們來看到在辯論會上面 賴清德他說呢 他說是他擔任行政院長的任內 核定了前台大校長管忠敏 所以他不認為說他有卡管 但是呢 我們來看到侯友宜怎麼說 侯友宜就說了 你迫害大學自治的黑手 全民都看在眼裡 好 另外柯文哲他也提到了嘛 他就算賴清德和民進黨切割 沒有誠信以及道德勇氣 那柯智恩他也說了 聽到呢 如此毫無羞恥與反省的唯心之論 他說差一點沒讓他從椅子上跌下來 他說因為這段荒唐粗暴野蠻的卡管案 延燒了多久呢 354天 他說縱使無法證明說賴清德 他是卡管案的最大主謀 但是呢 一人之下的行政院長呢 是絕對難逃縱容包庇的重大罪嫌 那麼管忠敏他自己也有在臉書上面有po文 他說2018年政府親近全力 粗暴干涉台灣大學校長領選 迫害校長當選人 破壞大學自治 當時的行政院長好是誰 三個大字寫給大家看 賴清德 他就說了 聽到總統候選辯論會 非常有感 他說你可以迴避問題 但是你無法逃避歷史與責任 那歷史哥他就說了 賴清德這樣子剛閉自用 一向是視憲政為無誤 他說當年稱台大校長領選跟大學自治不同 教育部有權監督外呢 又說管忠敏能夠當校長是他核定的 這個等於再次的承認 賴清德你就是卡管案的元凶 那國民黨這邊也提到了 卡管案呢是台灣民主選舉來當政者 迫害大學自治最黑暗的一頁 正好呢是在賴清德他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結果賴清德現在竟然還敢說 事後是他核定管忠敏擔任校長 蓄意的誤導輿論逃避歷史責任的態度 說非常的令人不齒 所以永平姐我們就要來討論了 管忠敏好這個卡管案 當時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 也都看在眼裡了 但是沒想到賴清德在辯論上 他完全不承認 他不覺得他有卡管 他反而說呢是在他行政院長的任期之內 他核定的嘛 永平姐怎麼看呢 是這次的這個辯論會 我覺得是賴清德一個改變 他賴皮 以及賴皮療印象的一個大好機會 可是沒有想到 他不但沒有好好把握 反而更把一批天下無難事 這個賴皮的作風 展現的淋漓盡致 那這個問題不僅在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 本來以為說他對賴皮療的問題 起碼他會表示說引發社會這麼多的爭議 然後讓一些弱勢的團體感到難過 他覺得很抱歉 他連這樣的一種表達都沒有 反而死賴到底 那死賴到底的問題不只是他的偽章建築 還包含卡管案 所以本來在選舉剩下不到兩周的時間 卡管案照說應該是發生在2018的事情 如果說他要有什麼政治效應的話 可能2023的學術倫理案跟當時的卡管案效果還會比較明顯 但是沒想到賴清德 因為要逃避他的責任 又要賴皮 反而激起了管中敏的強烈回擊 那由於管中敏是當事人 他做了強烈回擊以後 這個事情 第一個沒有辦法善了 第二個 大家這幾天就會繼續的去複習卡管案的始末 第三個很多的知識分子 本來或許他們還在猶豫不決 可是畢竟知識分子他書讀的比較多 他跟大學的學術自主、校園自主 對於言論自由等等的議題 對這些高級的知識分子來講 確實是一個比較屬於價值型的問題 那當你卡管案 一旦在形成了話題風暴之後 相信對於賴清德在最後的選情 是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而這個不利的影響 或許沒有辦法充分的反應在民調上 因為大家已經知道 今天跟明天就是最後的民調公佈日了 那麼你要搶在今天跟明天能夠公佈民調 有些的民調他甚至已經做完了 或者是今天是屬於最後一天 所以這個問題的充分發酵程度 未必會顯示在民調上 可是他會顯示在投票上 因為大家不要忘了 當時管中敏 他離開台大校長這個職務之後 他跟著名的作家楊杜 和寫了大學的吉良這本書 這本書當時創下了 這個去年度台灣的書籍的銷售史 他一直都在這個第一名的排行榜裡面 維持了一段時間 而看過的人對於整個民進黨政府 而且那個政府當時是由誰在領導呢 就是功德院的賴清德當行政院長 他們如何的深入黑手 如何的想方設法的迫害管中敏 那這件事情 你賴清德自己在最後受到輿論的重壓 外部來的重壓 你不得不勉強通過管中敏的這個校長案 可是354天長達超過一年的時間 對管中敏個人名譽的這個毀壞 各種的壓迫 難道那個時候你就不是行政院長嗎 賴清德你就沒有受益嗎 好就算你要說不是你受益的 可能是蔡小英受益的 問題是你賴清德也沒有任何的道德勇氣 台大也是你的母校 也沒有任何知識分子的良心 你在這個位置上你甚至沒有為了 台大的學術尊嚴和自由 願意放台大一馬 那你今天還可以在辯論會上誇誇其談 說當時他的校長也是由他批復的 你這個會遭到多少民意的反噬 跟整個反撲你不知道嗎 尤其是管中敏有管爺之稱 他也是一個有熱血的 蒸蒸鐵骨的男子漢 他會吞下去這口氣嗎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說 這次賴清德在唯一一場的電視 政進辯論會上面 完全沒有展現出來 他做一個領導人的勇氣和擔當 反而是到處推諉責任跟賴皮 我覺得他這樣子的人格特質 非常不適合做領導人 所以大家對於非要民進黨下架 不只是討厭這個整個政黨的貪腐 更對於現在民進黨的領導人 大家必須在1月13號投出不信任票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好的 umb 說明 Ra 好 我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